刚刚那个过完年了 然后这边又开始了一年的忙碌啊 我不知道他们一个月赚多少钱 但正常来说一天两百多 两百多是有的 因为在广州这边很少很少会有休息啊 一般都是全年无休的这么干啊 我估计基本一个月七八千一万是有的 因为你还有一些加班了或者什么了 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啊 你看这么多 这都是 因为旁边就是广州的东站啊 所以这边都是衣服啊 都是各种各样的衣服啊 因为现在对广州来说啊 肯定是过两天可能就是夏天的温度啊 但是在全国来说啊 过两天就是冲装上市的时候啊 因为广州啊是全国很大的一个 我估计是最大的吧 最大的一个这个服装的一个生产的地方 所以除了过年那几天啊 每天这条路上啊都是 都是这样大的 一堆一堆的这样的 大的这样的 这样的包裹卸下来啊 因为这些衣服呀 有的是 不是有的啊 我觉得应该几乎全部是那个什么 都晚上生产的啊 因为在广州这边啊 都是那个两 有的是两班岛啊 有的是三班岛啊 两班岛的话 就晚上他们也会加班的生产啊 生产出来直接 然后就通过这个货车啊 拉到这边 这边有个批发市场啊 然后直接就集散到了全国各地啊 所以在广州这边整个的节奏啊 是非常非常快啊 就像一个巨大的这样的机器一样 在不停的运转 不停的运转是吧 当然坐在办公室里的一些小白领啊 什么的 可能现在还没有起床啊 离得近的话 因为广州有大量的城中村了 什么了是吧 有的可以就进去住啊 呃 以前应该是没有电动的 现在有电了啊 当然现在还有那种 很不带动力的车啊 还有啊 所以相对来说啊 现在不像以前 那么特别的辛苦了 但是毕竟还是起力苦啊 那一大包衣服 其实也也不轻啊 还是那句话 据说啊 据说你你把这个棉花 在新疆那边的棉花用输的时候 都是要把那个棉花去 去压紧打包的 那可能小小一包就几十公斤啊 不是像我们想象说 把棉花那么盆重的去用输啊 那样的话不就赔钱了吗 赔死了是吧 就这样的道理啊 今天我就感觉天气已经热了 当然好像有点回南天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潮湿潮湿的那种感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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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